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骂完国体 政府 馆长发生金铺一现象 一堆人出来帮忙了 有魔兽称号的前NBA球星霍华的 Wild Howard来台湾打球仪式 掀起诸多话题 而馆长陈志汉近日则对于桃园 国立体育大学综合体育馆的场地提出质疑 开呛让世界看到台湾有多懒 12日稍早 馆长又透过脸书发声 曝光自己爆料后出现的一现象 馆长稍早在脸书 曝光了国体事件后的现象 骂完国体之后现在都没法规问题了 也一堆政治人物出来帮忙了 现在啥事都要骂才会做事 我没开骂之前都用法规刁难 现在一切都全力帮忙了 谢谢执政党总是骂完才愿意做事 馆长的最新回应 也吸引不少网友关注讨论 不到一小时就1300赞与百则留言 十分热络 有人认同也有人提出质疑 回顾这起事件 起因于馆长在直播谈到的话题 当时提到 球团出前维修并装设 灯光舞台设备 但校方要求在每场比赛后拆除 新比赛开始前再重装 否则将加收租金 装一次就要好几百万 谁敢花这个钱啊 种种问题请市长协调没下文 跟校方沟通却说要慢慢跑流程 他痛批眼下世界都在关注魔兽 来台湾打球情况 但场地问题却这么多 要让世界看到台湾有多烂是不是 让世界看到台湾球场有多鸟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台湾不应该是这样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分享和订阅分享